2018年7月 应美国南丁格尔文化交流基金会邀请 北师大实验中学 北京市十一学校140名师生代表团赴美 进行了环保、生态及教育考察 7月25日晚 师生们齐聚洛杉矶 应邀做客著名爱国乔令张素九会长府邸 畅谈美国之行收获 张素九大姐为同学们颁发了证书 还亲手为7月生日的同学们送上了生日蛋糕 学校都是顶尖的最好的学校 所以这些孩子们也是非常优秀的 他们能够到美国来很好的学习 他们觉得收获也很大 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孩子们来说 到外面开开也见 我觉得对他们也是帮助 而且也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国内有什么优点 美国有什么优点 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们到美国来 而且跟美国的一些孩子们联欢 交流友情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是很喜欢青少年的活动 也很喜欢我们中国的青少年 到美国来交流 这样 所以这次呢 也希望他们能够回去以后 好好学习 着让成长 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到美国来留学 然后再回到祖国去服务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的老师 他们的家长能够有这样的眼见 本次中国小天使文化使者防美代表团 分别在美国纽约 波士顿 旧金山 圣地亚哥 洛杉矶 黄石公园等地 参访科技 文化园区 著名高校 政府部门 环保机构 媒体单位等 实地了解学习 参与环保 教育专家 媒体记者等 就地球生态环境 美国教育体制 科技发展和社会人文等情况 进行交流讨论 师生们还进入美国社区 与美国青少年共同学习交流 在了解美国的同时 也加深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 我们这次的行程是自然文化之旅 但是同时我感受到了 更多的是人文的气息 也很感谢张老师举办这个活动 能让我们更加近距离地 接触中美文化交流 我希望我和我的学生们 一起感受到的是自然之美 和中美文化交流的人文之美 我们的游学一共15天 我们从美国的东海岸 一直走到西海岸 我们漫步在美国的 华尔街时代广场 然后拜访了联合国总部 然后还有纽约市政府 然后还有加州政府 等一些很多 还参观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并且还实地在黄石公园 进行了考察 这一次的游学 我们不但看到了很多 异国他江的风景 还有了很多的收获 本次访美的两所学校 都是北京最顶尖的中学 非常重视国际交流和教育 以逐步发展为国际名校 近年来很多毕业生 升入美国及世界各地 顶尖名校深造学习 成为国际型人才 赴美交流活动也是一次 更加形象生动的国际化大课堂 前媒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 也得到现在 在我们并仍然保抑了